明天2月7日的赛事是株联的第一次赛事 首先我在这里供祝你和你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当然我也在这里特别供祝你 在今季可以不断中赌大野,可以不断过赌冠 而明天2月7日的赛事,罗富泉的马是特别值得你优先去留意的 为什么?因为它有很多实力的马是有机会被你拿来做胆子买过惯的 在讲罗富泉的马之前我们先讲讲刚刚跑完的2月2日的赛事 那一天也是有很多潘顿和莫莉拉的马是跑进来的 那我就特别要你留意莫莉拉搭赛神仙的马 那他这一天也有4匹是跑进去的 那当然了,潘顿你也都需要留意 因为他始终是去年的冠军骑士 现在来说他也是冠军骑士 所以如果你是买去过关,如果你平时选择马胆 不是那么准的话,你就不妨把你的集中力 放在这两位骑士的身上 即是他的马那里 这样买,你的胆子是较容易命中的 当你的胆子容易命中的时候 而再加上如果你有支排位计算表的话 你的配角也都不难中 讲回2月2日的赛事 那天我们推介的场次就是第五场的四班千四 那天我们特别要你留意 这场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场的同程实力马有多部分 但是上仗的他程实力马是没有的 因为自然军事已经包括在里面 所以于是这样的情形 这场马有很大机会是串击的 那当然啦 我们当时就推介了 丁爱智宝和蔡悦那一把海考来做胆 结果这一把跑不到出来 可能真的背不到133磅了 但无论如何 你这样去找长治来买呢 你是非常好处的 即是说 你看到吗? 同性实力马 近账的 有多一把 以上仗的他程实力马 是没有的 而且莫雷拉和潘顿 都已经是 Top1 Top2 都已经是这些马里面之内 那 结果这一天 跑出的赛果 都是那五匹里面的前世名 加映峰彩暴峰合自然君子有钱分 那五匹马 基本上 是穿了QT 和万多元的四重赛 那 这种情形 当日 也有同样 第六场 也是类似那一场次 如果你看第六场的实力马 你会见到 同性实力马 也有很多匹 上将他程实力马 也都是 基本上是没有的 而且 莫雷拉和潘顿 也都在这里 这些马 也有很大机会是 串QT 结果这场串QT 其实很串QT 串QT 这一天 当然 我们叫你 首先留意莫雷拉 赛神仙的马 他这一天有四部分是入QT 就是十场赛事里面有四场 也有很多场子是潘顿的 因为潘顿当然你也都需要留意 因为他是冠冠騎士 即是上季 现在都还是今季 所以如果你平时买QT 你不是很懂得选QT 或者你的QT 不是很准的话 你就不妨 将你的注意力 选QT的注意力 放在这两位 骑士的马身上 因为这样做 你的QT就容易中 当然 如果你有了 资牌的计算表 再用个计算表 去和你修好 那你的脚也很容易中 即是说 你过关的机会 就可以大大增加 所以很多支牌 介绍给一个用者 正正是用这种方法 常常重复命中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一天 有一位姓张的朋友 他也是买到第五场 第六场 第九场他持的马胆 全部都是Top2的骑士 他说他第五场原本 都打算拿 丁爱智宝 但是他说 这个是头关 他很迟才卖 他见到 第五场那一批 潘顿那一批 暴风俠 不停下飞 而丁爱智宝 又移到2点多 所以他就拿了暴风俠 当然他又参考我们 那个深水马 看到我们的暴风俠 他就排第二 不是莫里拉就是宽顿的了 所以他就反过来拿 就拿暴风俠 拖三匹 丁爱智宝 自然君子 家应风彩 他说他有参考我们的深水马 然后跟着照买 当然他说他自己刨 那第五场 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拿着 架细胆 拖好脚头 安护 旺财生费 是不是 因为你有一堆这些马力 同胜势力 如果你去 那个 计算表那里 你选上三匠 贵内 是不是 你可以由上面选下来 王者 在现最低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拖 这场有五匹 那这匹马就不用拖了 即有六匹 是不是 一二三 四八九 那王者在现比较最低 所以你不用拖这一匹 如果你一拖四 就是这些 那当然我们就选了 一拖三 因为我们就要 旺财生费 因为他是潘顿期 那这位朋友 的想法 是一样 他的第二关 也是用架细胆 就是用来拉的 就拖好脚头 安护和旺财生费 那结果他的第二关 也都中了 就派146.5 那第九场 这场和之前第五到六就交双了 为什么 这场同情实力马不多 但他成实力马 就有一匹特别强 就是天慈怪俠 为什么 因为他在三班千二 人两个身位 说过 这些质身马 人两个身位 跑班同班 通常都有 所以这一匹天慈怪俠 今次 潘顿拿回来骑 不用说了 我们拿着这一匹 那我拖上面的同情实力马 是反转的 又动力飞鸣 与遇 金如意 那当然 由于莫里拉 也都有 所以我们这匹马也要照顾 他是他情的实力马 千六 所以我们这场也是 天慈怪俠 拖了两匹强的同情实力马 与遇 和动力飞鸣 就加上莫里拉 那结果这场也是 中到 就快一百一十四个半 这位张先生也是这样去买的 他就买了一拖三 就买了十元一住三穿四 成本是五百四 我中了二万八 那我就在这里 恭喜这位张先生 他说他不是用了很久 用了几个星期 他说第一次中 就非常之开心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照着你的方法买 以后 保证你还是有牌中 而且可以经常命中 大野 好 说回明天的赛事 特别需要留意 罗富泉的马 其中有四匹 为什么 因为这一日 罗富泉有四匹 都是上将的同情实力马 而且这些全部都是属于 联马斯近期 拿来部署的过关马 我们怎样知道哪些马 是联马斯是拿过来 近牌是拿过来过关 你这样想 当一位联马斯 将那些强的马 实力马 放在一起出击 而且是有表现的 即是说 跑前两名的 那这些马呢 我们就可以当它是 一个联马斯 是拿来做出击的马匹 因为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拿来过关的 那不是每个联马斯的出击马 都是一定赢到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他当日 是入 跑第一 或者跑第二 都可以算做过关马 那这一日 正正 罗富泉就有四匹了 但我们怎样可以找 每个不同的联马斯的过关马 近牌的 其实很容易的 那当然 主要就是 你必须要有 资源数据库 是不是 说过了 所有你想知道的东西 都很容易找得出 那怎么做 我们去资料库那里 那我们选择金柜 所以在马区里选择金柜 然后呢 就联马斯 我们看罗富泉 所以正是选择罗富泉 那我们看它前两名 因为我们讲过关系 定义是前两名 那我们就明节前两名 那我们由下面看起 因为下面是新的 上面是旧的 是不是 所以 你看到上一次 赛事 它有两匹 好脚头 和威势之暴 是不是 而这匹好脚头呢 也正正是 之前是拿来过关的 看到吗 1月12日 好脚头 太阳威威 纷纷尽期 是不是 1月12日同一天 所以我在这里 给你看 是不是 所以好脚头再出 赢了 因为它这一天 其实是 是拿过来过关的 那这匹太阳威威 也正正今天又要出了 就是明天 就是第五场的 千二了 是不是 那如果去第五场 你看它实力码那里 你也看到太阳威威 是上将的同情 实力码 而且它是 上将初出的 这次潘顿继续的 这个第一匹 那我们再看 如果你看1月1日 即是新年 旧历新年的时候 诺库船是拿着 有这四匹马 是部署的 是不是 那1月1日 有四匹马 泡船有明 分别是美丽之宝 日日精彩 红衣丘俊全财 那 日日精彩 红衣丘俊全财 明天也全部都有尽 而跑的路程 全部都是相同的路程 那我们先讲 全财先 全财就是 第十一场 一场的 千六 那如果你看实力码 那里 它也是 上将的 同情实力码 跑第二 是不是 这次也是 潘顿继 这个全财 那我们再看 第八场那一匹 红衣丘俊 红衣丘俊 这次也是跑千四 去实力码 那里 它也是 看到吗 同情实力码 上将跑第二 今次也是 双顿奇斯奇 也是巴道 然后我们再看 第九场 这一批 天天精彩 天天精彩 是什么码 如果你看实力码 那里 它也是上将的同情实力码 是轻盛的 这一批码 这条币 你要看 它是如何轻胜化呢 它是按住赢的 所以它的时间已经是不差的了 是快据标准的时间 但这个时间 根本就不能再进 因为它 后来已经按住的码 是按住赢的 好了 这一日 就是明天的赛事 罗浮泉有四匹 近日是拿过来 做过关的同情实力码 明天又出了 分别是 日日精彩 红衣央俊 全财 这几匹码 是1月1号 部署过关的 接着还有一匹 就是 太阳威威 这个太阳威威 是1月12号 拿过来部署过关的 这四匹码 明天 是值得你去刨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 第一 这些码全部都是同情实力码 而且是上仗 所以全部都会进去 第二 就是 这些码已经被罗浮泉 用过来做过关 在心目中这些码是有分量的 这次再将这些码 固定在同一天 出击 是株联第一次赛事出击 所以 这个手法 是非常之 可以显示出 罗浮泉这一天的心态 就是这些码 它是会出击的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原因 至于怎样用呢 当然你在里面 就选择你自己的心水 马匹 选择一场也好 两场也好 是做什么呢 是用来做Q蛋 买过关 你可以在这四场马里面 选择一两场 和你自己的心水场次 来买Q过关也可以 或者你就在这场次里面 选择几场 来买Q过关也可以 至于怎样拖鞋 非常之容易 如果你是我们这个channel的观众 你就知道了 第一 你要做什么 你必须有计算表 第二 就是在计算表那里 如果同乘马多的话 就利用计算表 帮你筛掉那些 实力比较差的 即是选择上面那些 当然 那个方法也是 你拖的时候 记住 以同乘实力马为主 以近程的他乘实力马为夫 那如果你是 里面 是没有 比如你的配鞋 是没有 Top2騎士 即是 潘顿和莫尼拉的马 如果它们在他城那里有的话 你最好就加上去 因为这样比较稳定 所以记住记住 这一日 好好地利用这些马匹 当然 至于 雷神大莫尼拉 它们也有实力马 特别在后面的长辞 你也可以去留意那些马 你平时买马 是不是经常喜欢买Q过关 但很少命中 我说的很少命中 即是连过两关都很少命中 你平时是不是很喜欢买三重彩 四重彩 你所行的胆 甚至买腹胆 都很少命中 你平时是不是很喜欢 你招一些冷码 但不知道怎么入手去选 才是最有效 你是不是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以及职业数据库 这两个很多职业团队 都所采用的选码工具 如果是的话 我就建议你 立即按我们这个video下面 其实任何的video下面都可以 即是在video下面 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这个位置 按进去 立即订阅 立即拥有 这两个表 为什么我建议你 不要再等了 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有四大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这两个表 已经有了效果的证明 因为由上季至今 我们已经帮用者累积了 我们所收的彩金 已经过了千万 我们是全部有实例证明的 你可以看回我们BuddinBuddin这个channel 你去我们下面的playlist 即是 即是 只收了几百元 所以这两个工具 是可以真真正正帮到你 以小波导大的工具 而且有了证明 所以这个是我建议你 可以立即按进去 这个位置订阅的 第一个主要原因 而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教你 怎样去用职业排位介算表 以小波导大的 而我们 建议你所买的马匹 全部都是 更像是同情实例马为主 他情实例马为主的马匹 如果每次赛马后 你都喜欢看下赛后检讨的 其实其中一个检讨的方向 你可以看一下那些马 跑油Q 或者三红菜 四红菜那些马 是不是经常是有 和正式的马特别是 紧张的 包办 OK 如果你看回之前 保证你会有惊人的发现 即是很多很多很多都是这些马匹 所以正正是有这些马匹 所以这个职业排位计算表 就可以帮你有效地 在那些 更像的同情马 实力马里面 西减出真正有实力的马匹 去给你投注 而这个功能就是 计算表 如果你有看这个channel一段时间 你应该很清楚我讲的是什么 所以换言之 第二个 建议你立即进去 拥有这两个表的原因 就是 你可以 如果你是用这两个表 是用我们所教你的方法去买 即是买Q过关 或者三红菜 或者四红菜 而三红菜 四红菜 只是将马蛋排在第一第二 而不是行复式 而Q过关 你可以过两关 过三关 甚至你可以买Q过关 甚至3T都可以 因为这些全部都有用者中过 你可以看回这里 你可以看回我们之前 那些实力里面有很多的 3T、Q过关 全部都有人命中过 而且很多都是不断重复 所以 第二个主要原因 你需要立即进去这两个表 就是 你以后所买的马 是有非常大的命中机会 因为我们叫你后的马 全部都是更像个同性实力马 OK 反正你照着买 你可以不断重复命中的 而且你所买的Q过关 三红菜都是 那个target都是过万的 即是换句话说 你以后所买的马 全部都是真正正正的 可以以小博到很大的 可以博过万的彩辞 这样买你才有机会博更大 这样买你才有机会 不断重复命中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继续买一段长时间 例如一季 两个月这样买 我可以保证你 可以重复命中大野 OK 因为已经有很多用者 都是这样 有这样的经验 而且在这个channel里 跟你分享过 是不是 这个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 拥有这两个表 你每天每个赛日的成本 都是三十元 其实三十元就等于 一个工具去拣码 其实你每天每个赛日 你都会花 都会花几十元 三十元左右 去买工具 例如赛前 你可能会买 排位报纸 看赛迹 或者马步 看赛迹 赛日 你都可能会买 赔率版 或者看人家的贴士 是不是 其实每个赛日 都差不多 你那三十元 但问题就是 你以前那三十元 如果你买了很多年的马 那些工具 对你有没有帮助呢 如果对你有帮助 你当然可以继续去运用 但如果对你没有帮助的话 那为什么不转呢 因为你每个赛日 也都是只需要花三十元 就可以立刻拥有 职业排位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库 这两个很多 专业团队都用的工具 那为什么你不用呢 更何况这两个工具 才可以真真正正 帮你用几百元去拨一个万 因为我们已经有不少的实力给你看了 所以我建议你 立即去拥有这两个表 按右这个位 如果订阅一下 按右这个位置 立即订阅两个表 的第三个原因 那当然第四个原因也很重要 因为当你 立即拥有了之后 因为你已经看过我们这个video 一段时间的channel 你会知道怎么去买了 那当你运用同一个方法去买的时候 例如买Q个关 或者三五彩 或者四重彩 在未来的赛日 分分钟中打野 那位人士就来了 千万不要不信 是吧 因为我们有很多都是 初用者一买即中的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不信 在未来的赛日 可以打野 那位人士是你 而且还是用小本去打野 OK 所以最后 再说一句 如果还没有的话 就立即按这个位置 就是要订阅 请去以下 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立即运用 OK 千万不要浪费任何一个赛日 因为每一个赛日 都是你可以以小波度大的赛日 绝对不可以互乱浪费 OK 如果你觉得今次的视频 对你日常选择 是有启示 或者有帮助的 就麻烦你 在这个位置 like 不断按一按 鼓励一下 OK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频道 而且想学多些 关于如何可以真正小本波度大野的买法 那我就建议你 按这个 就是订阅 因为为什么 当你按到这里 当你订阅了这个频道之后 我们有很多新的视频 新的方法 新的用者的心得 你就不会再错过了 这些对你以后 选码 怎么去选码 怎么去买码 怎么去投注 怎么去真正用几百元去播过万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所以你不想错过 以后新的视频 就建议你按这个位置订阅 好了 我就在这里 就预祝你 在未来的赛日 又过到关 又波到大野